平日去旅行出街 通常都會去足全日 流動充電器亦即是我們香港人俗稱的尿袋 可以說是旅行的必需品 但你又有沒有想過在選日常用 和旅行用的流動充電器又有什麼不同呢? 今次我們就會講下旅行流動充電器的選購功能 和推薦三種適合旅行用的類型給大家 亦都會講下有沒有哪些是不帶得上機 不想飛之前才被人收走的話就記得看到最後啦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和和旁邊的鐘啦 選擇旅行用的流動充電器 第一樣要看的就是它的體積大小和重量 去旅行帶的東西一定希望是越小越好 事關我們去旅行要長途拔攝 一天走幾場就少不免 所以充電器小一點、輕一點 想落當然會拿得舒服一點 但它的體積和重量多或少 都是跟它的電容量掛勾的 如果你出外的時間非常多 又或者想一塊電給全家人用的話 塊電大一點、重一點應該都走不掉了 之後就可以看看電池容量 說到容量就要留意帶相機的限制 大家普遍的理解都會是帶容量 好像是20,000mAh就不可以帶相機 但其實真正要看的是WattHour 航空公司規定電池的機身上 一定要明確標示WattHour的容量 一般亦都限制這個數值在160Wh或以下 如果超過的話就不可以當行李般帶相機 需要做貨物申報 究竟160Wh是多少mAh呢? 各位只要跟回這條式去計算 以3.85V的行定輸出計算 大概就等於40,000mAh以上 說到選擇電池容量 可能你會想 一定是買多些容量 就可以幫手機充多幾次電 但這樣就走不掉的料袋一定是很重身的 所以我們建議去旅行的話 10,000mAh就會是在平衡原體積重量 和充電次數之後比較好的選擇 除了充電次數 都要留意你本身不同device的需求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不會只帶手機去旅行 可能會帶iPad、相機、電腦等等 如果會帶這些電量需求比較大的 device去 就反而需要買15,000mAh甚至20,000mAh的充電器 剛剛都有提過去旅行是分秒必爭 所以充電器最好都是選擇有快充功能 說到快充就可以留意Power Delivery 現在基本上手機都會說有沒有PD 和它的最高輸出功率 最重要是根據自己device的功率級別 和流動充電器提供的電壓和電流組合是否吻合 才可以有最好的功率輸出水平 如果這部手機是支援9幅2A的PD級別 你就要選擇提供9幅電壓和2A輸出電流的充電器 如果夠電流特別著名是支援快充輸入就更加好 就算前一晚忘記幫它充電 起床出門前充回短時間都夠用 講到會帶不同的device去旅行 Pod口數量就是另一個你要留意的位置 如果你有20,000mAh的流動充電器 但只有一個插口位 你每次都只可以充一個裝置 去旅行的時間這麼珍貴 相信大家都不會想這麼無效率 所以有足夠的插口位就會比較好 如果是跟家人或朋友一起去旅行 還可以拿少個料帶 除了留意插口位數量之外 都要留意它是不是有你手上device的插口類型 有齊了USB-A、USB-C和Micro-USB就十無死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選擇MagSafe或者Apple Watch的充電位 現在的流動充電器越出越多額外功能 主要都是想方便大家去用 例如是會有內置充電線 甚至是有磁吸充電 直接連線都不用帶 去旅行用就適合了 亦都會有些是有手機支架 適合坐長途車或者吃飯的時候看片來用 另外都顧及到大家去旅行要帶旅行專插 現在都有流動充電器連插口的設計 去旅行又可以輕便些大小東西 講完選購功力之後 我們都為大家精選了三個類型 是適合帶去旅行用的流動充電器 大部分都是10,000mh或以上 大家都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選擇適合的type 第一類我們想推介的旅行用流動充電器 是無線磁吸充電連手機支架功能 適合喜歡輕便 又或者是不喜歡整天 整部手機和充電器一齊拿著在手的朋友 以下介紹的這幾款 全部都是10,000mh和支援快叉的 首先有EGO Ally Delivery 3S 它最大有20W輸出輸入 它的設計很輕薄 官方說它的機身只有19mm 是三款裏唯一一款 自帶Lightning和Type-C充電線 連上MagSafe無線充電 最多可以一次過充3個 device 中間的圓形位還可以支援3W的手錶充電 之後就有Xpower M10F 最大20W輸出 一樣只有19mm 放袋都不會好咬位 另外無論是打直還是打橫充電都可以 而且還有LED電量顯示屏 一樣有電量百分比顯示的 還有Momax One Power Flow Pro Plus 它在外形做了透明的設計 支架還用了金屬材質 我覺得都幾級精 它還獲得Apple Made for MagSafe認證 有最高15W的無線充電 另外有Type-C頭支援20W雙向充電 不單止輸出可以快叉 連輸入都可以 官方說最快大約1小時 就可以幫它充滿電 最後就是Elements PW1310 最大20W輸出 口度是16.5mm 唯一做了磨砂的設計 手錶方面會比較好 一樣是打直或橫放都沒問題 第二類要介紹的就是 多Pod口位和大容量的流動充電器 比較適合去旅行 有好多部Device要同時充電 或者是整班朋友想share一個充電器來用 而接下來介紹的這3個 都是20,000mAh起跳 至少有3個Pod口位和支援快叉 首先是Verbitum的這一款 在大容量的充電器來說算是幾細部 最大100W輸出 用來插Notebook都沒問題 另外有65W輸入 有兩個USB-A和一個Type-C 三個插口同時用最大都有25W輸出 之後是Infinity 222W GAN4 它的電池容量最大有27,000mAh 也有最大的輸出功量有222.5W 有兩個USB-A和兩個Type-C 可以兩部MacBook獨立100W充電 所以它都幾大塊和不輕 但如果是會帶電腦去旅行的話 它就最適合你了 最後就是Mode Max-Q Power Air 2 同樣不算好厚但就不特別輕身 一樣有兩個USB-A和一個Type-C 還有無線充電和電量顯示的Display網 最後就是自帶插口的流動充電器 有EGO E-Fusion 3 它有15,000mAh 最大65W輸出 外形做了波羅文的設計 會有更加可的散熱 官方還說溫度不會多過40度 有無線充電和內置Type-C充電線 同時支援快插功能 它還會送多3個全球插頭適合去旅行用 不過自帶火牛的流動充電器 在體積和重量方面 就一定有少少取捨 在這方面有擴焦的話就要留意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推介了 這一款小舊的MOSTER MOA16 不過它的容量就只有5000mAh 最高18W輸出輸入 支援快插功能 內置一個國際電壓接接插插頭 和Lightning Type-C充電頭 有電池容量的Display 螢幕和手機支架 不介意容量小一點都算是幾全面的 以上就是我們推薦的3種 適合旅行用的流動充電器類型 記得在買之前 最緊要都是看自己的需求 你們又會選哪一個類型去旅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好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今晚是隔壁的鐘 Bye Bye